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天线 前几天官方释出了第三弹 双倍爆击的图片 分别是皮卡丘·杰克罗姆 以及喷火龙·莱希拉姆 也代表着我们Tag team时代的来临 今天这集会用短短的几分钟来介绍 UB闪电脑在下一个版本可以做哪些调整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帮我按下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可以的话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新的PDTG影片哦 这次主要介绍的是我们画面上这五张宝可梦 当然这些宝可梦会因为我们牌组空间只有60张的关系 必须随着当时的赛场环境做更动 也就是所谓的拆妹塔 那我们就一一来介绍吧 首先是这一张暴击文跟费罗美囊的Tag team 卡图非常的帅哦 Tag team是我们双倍爆击所出的新种类GX 那这只宝可梦弃绝的话 对方是可以拿走三张奖励卡的 他的招式上也会显得比较多变化 血量也会显得比较高 包含我们GX后面这边会有额外加的情形 可能能量填到一定的数量 或者是我们发动某一张特定的卡片 会有额外的效果 那这张暴击文GX呢 第一招跟原本的暴击文一样的Jet Punch 就是前面打30 后面选一只穿三只 第二招是两草一武打19 下回合如果再用这招的话 是打60而已 那再来是我们GX 打50 然后如果因为这一招GX 然后弃绝对方宝可梦的话 可以再额外多拿一张奖励卡 那如果这一招额外再多7个能量 也就是我们用的一草加7个任意能量 总共是8能的情况啊 他可以额外多拿3张哦 不过在这部牌不用到额外的GX招 因为我们填不到7颗能量 这张主要是用来我们在打 一样是内战或者是小人牌的情况 我们可以用GX招式 多拿一张奖励卡 然后如果对方是玩那种铺伤流的牌型 例如像我们的头指后名名 我们就可以指派这张出来 后面不用再放其他作业的宝可梦 对方的打点都只有铺在他身上 没有铺到其他身上 也就不会被我们的转伤弟弟给收头 能够对付内战或者小人牌 以及我们的铺伤流牌型 嗯 再来是这张 紫玉剑 我们通常是用他的第一招而已 一草 打10滴 加上我们自己的奖励卡 刚好在4张的情况下 会再多120滴 也就是可以打到130的血量 比小暴鸡们还要痛哦 第二招是一草两无 值一个硬币 对方的宝可梦 会只剩下10滴血 这招有点强啊 可以用这招 然后再加我们的承接池塘 对方长大日宝可梦等于直接被杀害了 不过我们70的血量要填到3克能量 还是比较有困难的 它主要的缺点就是我们的血太薄啦 那另外一个优点是 它的撤退费用是不用费用的 算是比较灵活的一支宝可梦 再来是这一张 结冰洛托姆 它是已经在我们现在第二弹就出的宝可梦 不过在现在的环境比较少用到它 那下一弹会有我们的 噴火龙来西拉姆 这时我们就可以用这张来做一个对应的动作 它特定是用不到 因为它的第一招也只需要一水跟一无 就可以打10加上对方全场能量数量乘以20的伤害哦 噴火龙它是落水 对方如果填到5克能量加上头戴 这张可以打出280的伤害 可以瞄我们血量270的噴火龙TT 对方如果填到6克能量的话 它也可以打到260 再加上陈列池塘的话就直接击杀了 这张就看大家啦 不过我是觉得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再来是这个 梦幻和我们特性梦幻 它的特性是自己的备战宝可梦 不会受到对方宝可梦攻击的伤害 这张主要除了来防我们的呼伤流以外 还可以防我们的皮卡丘跟杰克罗姆的Tag team 它的巨叉可以直接击杀我们前面200 后面170 它的第一招也可以用喔 1-5 放3个指数到对方场上任意的宝可梦身上 也就是3个指数你可以要 集中全部1只 或者是分散3只都可以 最后是我们对一个 吸盘魔偶 它的特性是对方的宝可梦 身上如果有存在任何伤害的话 不可以发动把那张宝可梦回到手上的牌 那这招主要是来对付我们狼索的阿塞罗拉 相信在我们这一版美梦城镇 大家都可以体会到 UB伞最难打的对局就是狼索 那这张的出现就可以让我们对狼索的对局会比较有利一点 那它的招式是2-5 打20 指一个硬币 如果是正面的话 对方出战的宝可梦呈现麻痹状态 通常是不用到这招啦 就是主要拿来防止阿塞罗拉而已 大约上就是这几张宝可梦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UB伞 在下一版还能强到什么地步 不过在我们发作的前两星期 要收牌是非常的困难 如果赶得要比赛的话 所以如果你新牌的料还在收齐的状况下 那你可以先选择更新我们的UB伞电鸟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马上就组出完整的喷火龙 或者是笔卡杰克 那今天的影片就大概到这边啦 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